始终没有暴露 永乐死了,离开了宫里头几十年了 四十多年,他也老了 后来等于他的兄弟被当皇帝,他要回宫了,想回来了 这个人老了,离拔了死,七七又来了 就是最清天下世,老义故乡人 回宫了,后来回宫,没有人认识了 这个姓皇帝就是要杀人,冒充朱岳将姓姓前妻和皇帝拿得了 不过还不认为啥,结果找了宫里头,只有一个老太监 年轻跟过他出来,忍 是的,他就是皇帝老太监,跪下来哭了 后来还是在宫里头另外给他修一个庙子 修个蝴蝶,养在宫里头 所以他回来,他的诗问 有人写他的一首词,我就记不得谁 修士气大地山后一带装四大盖空枪 离人了渺渺重途,暮暮平临,滚滚枪枪枪 他传过多久过了,使这般还用蝉蝴活仇子 续不忍枯枪枫枫枫枫枪枪枪枪 回来看胸青壮,看江山无恙 随时一飘一粒到襄阳,就这样一声 所以你们问这个,哎呀,这个位置不好坐了 那我也来好不好 讲一句后面要追踪,这个很难办 讲不出来就冒充不了了 所以有人喜欢啊,大概 这个人写个条子跟我,好人我还记得起来 看这些都是童子公 这首词大哥我想想 几岁看了本来,十岁左右 十岁多一点,十岁二岁就不得了 那我很喜欢,所以我也应该当好人 很喜欢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旦庄,十岁在空庆出家了 修行之路,要平地的反复 而像清复清道,那么简单 吃了山贴树就像像西贴啊,没有的了 你们开始出家,不是我家你们,不是你们在座周围,你们都了不起 我就跟你们是对法家里都是空的讲的 所有人,开始修复一年,复在眼前 修复两年,复在大地,修复三年,复在西天 越修越远了 要想要说成就 出家日出,成福有余,第一年发生去出家 出家日出,成福有余 所以华年正常复述的,出家日出,成福有余 这句话,这句经典的文字有两种诀释 可以多种诀释 第一个念头,看清楚,残破了,就是菩提,就是清佛了 也可以说,你开除那个动机出家,那个勤恳 哪个真正的心,用恒绝词,你就不得了,一定是清佛 出法生进行精灯正足,出家日出,成福有余 做样做事也是一样 开始对这个人诚恳,你永远这样 开始对这个人有礼貌,对这个人好,永远绝词,那就不得了 就怕不是哦 永迦大师禅宗局看看,开始这么说了 一步一步,等于一个很浓缩的菩提大师的 你不要诚实来用家禅宗局 尤其你们想说密宗,正统的密宗我告诉你 假设六岁或者八岁出家 先收福的资料 应该福都做了 然后和大头拜佛 整个身体爬在地下,不是选教那么拜 谁叫他们拜佛,我要拜啊 要够满十万个大头拜佛,这个拜 你想,我在当年闭关,三十下山 我早晚,孩子一样拜佛,一个人 没有断过 譬如我几十年,每天晚上十时 等于你们说放夜口,放孟山县口 每天晚上十时,从来没有断过 出家就出啊,修复动机开始就这样 换句话,我几十年生活 念念,在后代谱里就没有变过 现在拜佛,我比你们拜的脸 假设拜佛,比你们千块零变,也是一种功夫了 说明一种斜口满十万个大头,拜佛十万拜 那是说明一种,说一切有,即说之,拜一拜,即说之啊 这些人还不算是福德啊,基本的手法 这些仇消灭,然后等一切说完了,马上要说经教 三藏十二步,大藏中全套,都要搞会 不过现在五十年前,我已经看到 学长有些小喇嘛,根本自己也不大看了 看不完一个呢,都不完,都要教老手上教的 结果有些啊,就花一点钱供养,叫人家来 请别的活上来,给他念证,念过大藏中,所谓过路 还过一下 这个东高这日干什么,都是呢? 修行,学习资料为,福德资料,智慧资料 供养福,画福像,每天的根像 在供养,在福法前面,香花灯水果,茶石造主意 这个显教的供养 你想,你到我住的地方,到香港那里,我的福堂 随便到哪里,到米国一样都有个福堂 他们同学来,跟到我都知道 当然,我现在也可以偷懒一点啊 同学们每天,福前面换水啊,换菜啊 所以跟我们这些,大家都在做事啊 有时候我实在太冷了,事了 哎呀,拜托你帮忙,晚上帮我,事个事啊 相供养,事发